我是肥豐 我是肥豐 我真的很喜歡發光物件的Pattie 阿柱我跟阿楓一直都是Party做的 我們都是做設計時裝 刑棍夢工場啊真的 刑棍夢工場啊真的 又來了嗎? 又來了? 我剛剛想說 我們錄什麼都有人聽 好可怕啊 哈哈哈哈 心心抹出不來 差點 洗喉那些什麼 總之都是那句 對上那兩年多謝大家支持 不是啊 總有你鼓勵啊 我們表面上是很正面的 其實我們都是很正面的 耐心都是 你想想 做得這麼的樣子還要繼續做這個節目 哈哈哈哈 即是正面的 你想想這件事是多癮癢 不是因為做了兩年 兩年啊 是啊 你想想 我們做這個垃圾網台節目 這個 做了兩年 等等 垃圾網台節目 你是說網台垃圾還是節目垃圾 應該說這個網台的垃圾節目 你不可以體位這個台 這個網台 垃圾節目 是死症種來的 是死症 就好像什麼呢 就是 我很想說 是說一說一說 接下來半個小時 你突然錯過感性的樣子 不是 接下來半個小時 真的要說這件事 真的要說這個 topic 就是 你網台其實現在開始 有少少少 我覺得有少少走下波 遮皮 譬如說 特別是選舉之後 更加 會扔錢會成的人 其實都不多 但是有個行業都是去到全家產的地步 其實 應該是很多行業都全家產 但是有一個就 有一個就 就已經出來了 就是這個 紙傳媒 就是雜誌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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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一個星期一本的那些 對呀 你的資訊 你現在看那個 High Beast 這樣 天天都有潮流資訊 你不要說什麼 你只上過Facebook 你已經上過Facebook 你這樣看完 就當看了幾本雜誌 你只追蹤了不同的網 其實都已經差不多看到了 要看的東西 對呀 又或者這樣說 潮流資訊 從來都不是一定要看的東西 你看漏了 那些又如何 你去看網上 供應給你的那些 你又繼續看下去 其實在我來說 新聞報道都不是一定要看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都關我的話事 那個問題是什麼 關你的話事是什麼 你改變不了的東西 是啊 有上次以前我記得看的那些 垃圾新聞 你專選一些風月 那些看 其實你想起 單單新聞是差不多多的 關我的話事 這個強姦這個 我強姦我婆利 為什麼會有這個 topic 就是我們很想 用半個小時來講一下 Don't touch 掛了 其實是不是有點感慨呢 很感慨 其實應該不是Don't touch 現在應該叫Touch Touch 其實Don't touch 是我們小時候叫Don't touch 對 它是壞的 因為Don't touch 到Touch這個中間 是因為它改革 所以 所以 就不要那個東字 因為它以前是東系 東系 之後因為賣給星島 東周刊 東方新地 即是當年 當年 全部都是東字系 東系 東字頭 後來因為賣給星島 之後就沒有了一個東字 就叫做Touch 不知道它的名字 風水不好還是什麼 它也不算是第一本 他不算是第一本 今天想說 好像Don't touch 叫Don't touch 叫Touch 好 不管 他不習慣 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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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說 便利 死都要說便 一本便利 便利很順口 我又覺得 這一類 其實你問我 我們剛才也在介定 它算是時裝雜誌 它不算是時裝雜誌 時裝雜誌算是什麼 號外 都不算 號外不是 都是文化 馬拉加儀 那些 Cosmopolitan 那些我又覺得 已經去到是斯拉樹 白沙 還有沒有白沙 Elle 那類 Jessica 那些都是時裝雜誌 那些算是時裝雜誌 給女人看的時裝雜誌 男人的可能是什麼 GQ GQ算不算時裝 是時裝的 馬拉生活 譬如FHM GQ 那些是體育雜誌 我不知道 當不當它是時裝雜誌 都沒有穿衣服 很難解決 那些是中產男士品味雜誌 你講得很好聽 鹹書 鹹書 你只是看那幾頁多些 那類 如果真的去到香港 時裝那些 其實真的剛才說那類 什麼MR 有本叫Mister 那些 那些 但其實如果你問我 Don't Touch 跟著之前便利 一本便利 一本便利 跟著什麼 Sun Monday 那些 我們今天想說的 其實算是潮流雜誌 其實潮流雜誌 現在基本上 真的死了一些 因為現在死了七八八 只死了一本 即是真正的潮流雜誌 Milk Milk是因為老闆 他都不自助 Milk其實我又覺得 未必是潮流雜誌 那一本是廣告雜誌 其實也是一本廣告雜誌 但他現在都少了廣告 即是沒有東西看 因為廣告雜誌 裡面的廣告 全部都是潮流的品牌 但他現在少了人下廣告 那倒是 那倒是 Milk會這樣輸 哪會輸的 很慘的 就算是Don't Touch 到後期 近一兩年 已經拼了過龍虎門 因為你沒辦法 近年廣告商 大部份都不下廣告 因為預算的 預算不同了 即是你那塊錢花 每年市場 近幾年 剛剛一兩年 已經是 應該這麼說 多了東西下 那一段市場 他會覺得 我還是要下指媒 但問題是 我現在多了選擇 我以前只有指媒下 即是你夠錢打散了 即是你夠錢打散了 例如我以前 可能我有30萬 我基本上 我30萬 都要去指媒 只不過我看看 即是可能 就給10萬 然後Don't Touch 就做一個大 feature 這樣就比較廿 但現在不是 我現在都是30萬 但問題是什麼 我找一些PR 寫一下 首先我要找個人 回來update我的Facebook page 要找個小編 沒錯 之後有些 可能有Marketing Search KQ 可能有些Forum 打手 找一些Bocker 寫一些KOL 那裡可能已經寫了20萬 剩下10萬 那我10萬 我沒有理由 我沒有理由 10萬都是賺到Mew 那我就賺到幾本 用一些鹹價的去接 但你現在 也有好處 我想Mew的感覺 應該都不錯 因為現在只剩下一本 變成你在指媒的層面 你只可以下去了 但那個問題是 你真的要有人買才行 不過Mew的模式有點不同 它有很多錢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現在不同了 我覺得你以前買潮流雜誌 是真的一個潮流 是 現在 這個很圓 因為你以前買潮流雜誌 買潮流雜誌 真的有潮流 那時候一個星期再看三本 你不買的話 你會覺得自己out 是 那時候還有些 那些潮流雜誌 那些潮流雜誌 是怎樣呢 很潮流雜誌 那些潮流雜誌 穿夢特嬌 或是TOTAL潮流雜誌 去漁畫各課買衣服 那些 那些 潮流雜誌 然後就問我 喂 華風 他買一些 他是難於啟齒 我想做 撿一撿個洞 他有沒有跟你說 他想 撿一撿個洞 做個smart casual的 他講不出來 我想買雜誌來看 學一下 或者我可以怎樣開始 通常我都會很膚顯地跟他講 買幾本潮流雜誌 跟著別人穿衣服 你通常會說 你買一本mans Donald 看一看 Mans Donald是頭位的 你都知道買一本mans Donald 興起朋友買什麼雜誌看 一定是說mans Donald 以前很簡單 如果是男人問你 買Mans Donald 如果是女人問你 買Nano 很簡單 你隨便找一個 跟著他穿就行 但衣服在哪裏買 你跟著他美芝汁就行 我跟他說 潮流雜誌 潮流雜誌 通常都是這樣 那時候 你會用潮流雜誌 去做你一個 吸收潮流資訊 的指標 還有你自己的品味 或者Style 的起點 又或者你會覺得 你自己不買潮流雜誌 你會總是覺得自己 脫了一個星期 脫了一個星期 你會覺得 我追不到這些東西 就是 我脫了一個星期 我不能知道 今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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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搞錯 你會有這樣的感覺 你會有這樣的感覺 你那時候 你直接要買兩本 你怎樣都要搜尋 開門口的狀態 但現在真的沒有這樣的需要 現在不用了 基本上 難聽說 你現在Mill介紹的那些東西 其實難聽說 你都可能在網上 套派 吸收 他可能在網上 他可能在網上 他還要寫 可能還要慢了 因為現在 其實我覺得 詞來集中最忌的 就是 時間 真的追不到網 他有個週期 追不到網 追不到網 譬如現在最大的比較 你是不是看HIBIS HIBIS 一天出幾條文 他一天不用多 他一天出十條 真的有十條 他一天出十條 你一個星期 之後才講這則新聞 死了 現在的潮流 速度太快 根本上 以一本雜誌的定義 尤其是周刊 一個星期出了一本 尤其是周刊 你一定受不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做得住的那一批 你說時裝雜誌也好 潮流雜誌也好 很多寧願做月刊 月刊 反而 現在你會見到 他不是走去一個 真的很大眾mass 消費向 或者不是一大堆 比較便宜的 你會發覺現在那些是品味向 文青向 甚至是什麼呢 luxury向 即有些東西是貴到 你根本看完之後 你是買不到的 我覺得他現在是把幾本 以前的類型的雜誌 勾在一起 例如你現在看 應該這樣說 現在這群年輕人 不會買號外 他怎會買號外 號外有人看 號外真的是文化人 我覺得 但那些年輕人不會看 他一轉了方向 是走文化向的 即是文青 那些50歲還跟你說 設計生活那些 不是 感覺像什麼 就是當一群潮人 認為自己每個星期 都要買號外的時候 有一群文青 每個月都要買一本號外 但那本書這麼大本 我跟你說 我有一段時間 是狂買號外 他是 但我是沒有什麼看 那就是那種 我就是要買 那時候為什麼呢 大本 你站在街上拿著 像Pops一樣 對 像Pops一樣 形象的一部分 就是回到公司 你的號外又洞在那裡 大大本 那會有些封面 製作認真 製作認真 有空的時候拿出來看看 以前你就是拿號外 來做你的桌子前面的裝飾 現在你就放一個初音 對 因為他到了這個年紀 他面對自己 我接受了自己 真實地接受了自己 沒錯 你想回 如果你說號外 其實都不是我的 age group 可能是70後 60後70後 我覺得號外 有分幾期 因為號外 他現在就完全走文化向 他以前有一段時間是走電影 是 是 真的走 fashion 但他那時候走的 fashion 是真的走明星 明星 還有一些 luxury 潮流雜誌 如果你真的追溯一下 我想如果我的年代去看 你再之前會還有一堆 那時候 那些年青人周報 我小時候有看過 你不要說前些 教人買什麼 desktok 那些 會有的 但我第一次接觸的 YES 不算 YES 我覺得是潮流雜誌 YES 是嗎 那是打開了 你由白寧陽紅蘋果 轉去看 大大寧陽蘋果 即是兒童周刊 兒童周刊 兒童周刊 兒童快報 之後的一個 那個stepping stone 你不經過YES的階段 看夢 啟夢 毒物 你不會想到去看 amoeba 便利 amoeba 那些 所以YES 我當是一半一半 但之後 那年代就開始 就有便利 然後就有Don't Touch 其實那時候的內容 是很有心思的 其實有很多 因為那時候 如果以潮流雜誌 最百花齊放的年代 應該是 90年代 中後 差不多 那時候有便利 我講香港 那時候有便利 有Don't Touch 有Mew是後期 後一點 Mew是後一點 因為Mew的前身叫Cream 是 因為那時候還有Findy 還有Findy Fi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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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Findy一講 我記不起這本雜誌 我就問Findy 是不是星期五 Findy Findy我沒有記錯 是因為 新蚊是專門說 那些新蚊也出了 但新蚊是專門說 一些娛樂 好像叫Munday Munday Munday是說八卦的東西 Findy就是專門做一本出來 類似消費香 類似Mew那種的形式 之後再有Mew 其實那時候真的幾百花齊房 那時候是很多想做一些 例如還有士多 那時候士多是專門走一些 類似號外風格 但是 年輕一點 和低一點 低一點 但是還是買貴的 就是介紹你買貴的 所以那時候其實 潮流雜誌真的百花齊房 你想想 我記得 我剛開始看一本便利 很多時候 一本便利的做法是最底的 它是裡面夾著潮流 和消費資訊 但是它用最底的方式 去present出來 還有它用最底的方式 去令到雜誌吸引到你 那時候它最喜歡放些什麼 放些什麼 還有什麼 選效花效草 你記得嗎 那時候會選高浩正 也是效花效草 它用YES的模式去吸引一群 再加一些潮流的東西 去吸引你 做一些成熟一點的東西 就不是校園 可能十多二十多歲 可能是十七八歲 是十七八歲 對 然後還要做一些什麼 那時候我還記得 找鎮波黎明拍照 很多 還有那時候找Fionna 那時候 那時候有很多叫做明星 他走明星效應 但是Don't Touch是另外一點 我覺得Don't Touch真的在潮流 和一些比較年輕人文化 年輕人文化多些 我覺得當年Don't Touch是很有影響力的 某程度上 你想一下Michael Lau 那時候Gardener 一個星期放一次說 反仔的漫畫 那時候我是過星期追漢 然後他是有份 把Michael Lau 這個文化 這個設計師 推到香港個人都認識 如果Michael Lau 某程度上不是經 Don't Touch的話 其實你怎麼會每個星期 有這麼多人看 其實那時候我自己覺得 Don't Touch 因為幾本香港重要的遺留雜誌 Don't Touch便利 Mail 我那時候覺得Don't Touch 是做得比較貼地 是 但有東西看 因為Mail那些 你是 喔 但我買不到 Mail剛開始是很懶惰的 因為Mail一開始的時候 前面那些日本 因為你剛才說過 Cream 其實除了Cream之外 再對上 其實有一本叫Crew Crew 我記得 Crew 也是類似遺留雜誌 也是有月刊 那時候 整體來說 除了Cream Crew 基本上都是賣廣告 即是不停賣廣告 其實有點像日本 Smart 對 他整本書 賣了給別人 之後 封面都賣了給別人 那整本書 你都知道是廣告雜誌 但是那時候也真的有人買 因為那時候會覺得 整本書 一本像有雜誌 那時候Crew 是學習日本的雜誌 那些封面都像 是送贈品 譬如說 他送過什麼 我想你們不記得Crew 他送過 迷彩蜂褲 好像AIM 然後有Toeback 真的很像日本雜誌 那時候他這類型的雜誌 其實我自己覺得 跟現在的Mill一樣 就是太廣告 超貴雜誌 我看見 你第一個反應就知道 整本都是線稿 整本都是線稿 但那次Don't Touch 就未至於走到這樣 他真的會有寫內容的 介紹一些東西給你 譬如他會 專門寫 《井上紅節》 可能入樽 專門做一個專欄 之後 順便再在專欄裏面 去介紹 推某一些籃球鞋 可能是流行的 譬如說 花道正在穿那對六代 他會是這樣的形式去做專題 那你就會覺得 都可以 叫做一些東西看 你不像是買一本廣告書看 因為你現在最嚴重的 就是看Mill那些 我會覺得自己在飛機上看他的雜誌 是啊 UTV 他會推薦車 卡之機的身形 這隻初訓 你告訴我 原理系列是一樣的 挺好啊 沒有分別 你告訴我 其實真的挺像 你沒有說 挺好 你想想 現在的老圖像 Mill那類廣告雜誌 一兩張Styling照片 他又問有價錢仔 一兩張Styling照片 很漂亮 然後後面有一段字仔 介紹那個震震按摩棒 然後下面就有十件產品 就寫了價錢 最後就跌下去 就有個地址 其實他沒有介紹過這件衣服 可能見東西 沒有怎麼介紹過 因為他的文字很虛 因為很虛 你就算是Mill介紹某一類型衣服 他基本上 我都分辨不到 那篇文字是線稿 還是他專門推 其實他 有些朋友做雜誌 其實我都問過 他會不會是故意 想將那些線稿 推過去差不多 但是我知道 有些是專門的 有些其實是線稿 假裝專欄 假裝是你內文寫的稿 有很多都是類似的 因為這樣容易入口 線稿就是 不知線稿是什麼 線稿就是一些廣告商 一些廣告商 他想下廣告 我想下廣告 但又不想這麼硬銷 你幫我很多人介紹 介紹這件事 假裝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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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廣告帝 沒錯 所以你就知道的線稿 哪些最主要的線稿 Ba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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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 即日先 目前 沒有人看Milk 很想過 下面會有線稿 寫著資料由客戶提供 我也有想過 因為《Don't Touch Zip》之後 我都想過 究竟我多久沒有買過潮流雜誌 應該超過五年 我想我應該也有十年 很久沒有 我有十年 其實很簡單 你開始有網絡世界開始 你就已經不會買潮流雜誌了 潮流雜誌更加不會 你在網絡世界之前那幾年 Mill不停介紹一些貴到你買不起的東西的時候 你哪會看 賣幾元件外套 我那時候有買的 其其都用公司錢賣的 因為買來抄款 拿來抄款 你都要看什麼 那時候真的會看 但這幾年其實真的不用 潮流雜誌 即是我們說的Mill 甚至是外國那些 其實我都沒什麼看 接著到所謂時裝雜誌 我說ID那些 或者Days and Confuse那些 或者是那些什麼時裝雜誌 其實那些我又真的不需要看 因為他介紹的東西我更加上網就看得到 譬如說沒有去介紹 可能聖勒刊 或者Magella的collection 其實我根本就不用那些雜誌 由於什麼都看得到 我Google Magella 今季你已經看了所有東西 看了所有 但之前Alexander McQueen 曾經說過 時裝雜誌其實是廢的 是拿來給你公司看的 但我終於明白了這件事 所以現在公司看Facebook Loop Instagram 看看潮流資訊 所以你現在看到現在的世代 持有雜誌這件事 將會慢慢淘汰得很重要 所以紫媒這個行業 真的死得 但你也不得不承認 Don't touch 這類型的雜誌 其實是引辱了 很大班人 很大班現在還在這一行 不會比這些行業 可能是時裝 傳媒 傳媒 潮流有識潮流犯的人 或者是文化界 養活了很多人 比如我們剛才說 先不要說他裏面做的記者 你好像剛才說的那個Michael Lau 然後之前有很多插畫師 然後有些寫專欄 拍照 還有很多Photo 其實我們身邊認識很多Photo朋友 都曾經拍過 都是在這幾本雜誌出來 出來 還有一些KOL 即是那些 那些 是不是KOL 老了 那些是Blogger Blogger Writer 都是在雜誌出來 還有就是什麼 我覺得他 除了孕育了這班professional 你想想以前香港 真的不是很多人做的 真的不多人做的 但自從那些雜誌開始爆出來 剛才說的那些潮流雜誌爆出來 你就開始多了很多人 會去做拍照 拍Product 拍潮流 有些Styling Shot 或者是寫和Fashion有關的 其實你以前是不多的 以前是很少可以這些類型的 你要不去到很專業 即是幫大牌子去拍廣告 直接拍燈燈箱那種 但那些很多時候是外國的品牌 已經放了下來 你香港那些人 可能真的純粹拍幾個產品 但自從有這些雜誌 就有很大幫人 就開始做到這些 所以不得不承認 這些幾本雜誌 雖然死就死 死就死 死就死了 我覺得其實都當Mill死了 但是 不得不承認 對香港來算 都有些貢獻 還有 你想想 我們這群沒有這群 中坑 其實都算是喝的潮流水大 沒有便利 沒有Don't touch 我怎麼會知道 穆穿托再穿Red Wing 你想想在那時候 資訊這麼頻繁的年代 你怎麼會不知道 要看電影 你不要裝模作樣 他那時候 因為他真的會很認真地介紹 譬如說 那群日本明星穿了什麼衣服 他會拆出來 對 如果不是你看那個劇 你看到他穿什麼 你打算出街 就可以找到類似 你就買了那些什麼 Copper G 即是假Red Wing 其實 不是啊 那時候便利是有介紹的 有介紹 因為你平價入賭手 平價Red Wing 對 或者他是什麼 先介紹Web Wing 就是兩版 Flat Open 接著介紹Web Wing之後 後面就會有 在第二版的右下角寫著 後面有平價支出 那你就叫他第三版 第三版就是 有些老了 所以其實本本雜誌 都有自己的功用 那時候的潮流雜誌 本本都有自己的分數 有自己的分數 幫你可以用便宜一點 其實那時候的情況是怎樣 為什麼那些人 例如我們這代 那時候一買 大部分買潮流雜誌 是一定買了三本 對 沒錯 Milk你就看過夢 對 Milk你真的買過夢 就是你看 哇 陳冠希穿Vis Vib 很帥 我又不同意 我們有朋友 你會買Milk 他買到Touch 我會分享 不會的 不會的 你不會讓人知道 你買一本便利的 okokok 因為我要看校花 還要看陳志堯 還要看陳文芝 第一代網絡女神 那時候你是為了看陳志堯 你就要買一本便利 他真的引辱了我們這一陣的男人 開始很講究 例如以前的人追潮流 可能你有一件衣服 我訂了出來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資訊 那麼流行通家人穿 我就買 大筆料都是電視有的廣告 那我就買 但去到我們這個Generation 因為有這一堆這樣的雜誌出現 其實我們就會看完之後 咦 只是說我流行Red Wing 但下面有個feature 是介紹了十幾對不同的Red Wing款 然後就會很難講究 你就會知道 Red Wing都有分這麼多隻 我以為只有牧村穿那隻 然後那些人就會很難講究 有些人就會很難清高 我不能穿大路牧村那隻紅色 我買到黑色 Puffy都穿 即是你會開始有多選擇 開始有多講究 從而你如果是開店的人 你就會知道你其實入貨 你可以不怕 入多些不同的東西 其實那時候開始就是 孕育了 那些Green Peace 水貨店就是沈山 因為那時候最糟糕的是 我們那時候看的池頭雜誌 即是叫做時裝雜誌 即是我們那個年代 未有這三本之前 其實那些時裝雜誌 基本上是不會介紹日本的東西 對呀 不是很穿得出街 作為一條小子 不會很介紹日本的東西 即是他無法經營出來的 他寫了 好像Pandy說 就是金角亮穿西裝 你買不買 你那時候只有十二歲 你更加會避開 金角亮 你那時候流行的 Patrick Cox那些 是 大哥 我一個中四學生 那時候我要來踢球 我怎麼買對Patrick Cox來踢 你不輪迴 我有錢 我也不知道怎麼買 所以我們之前那一代 可能真的要出來做事 他才會接觸到 你可以說是時裝 可以說是潮流 或者是一些消費的模式 但我們不是 我們這群人十多歲 就很可能會花錢 那真的 只是G-SHOCK那些品牌 三版有四十個款 任你選擇 然後還教你去哪裡買 即是 多傻子去就搞到 搞到你首期沒有 法拉利又沒有 甚麼傻子都沒有 還有最差的是甚麼 最後那樣東西 即是這一集最後那樣東西 就是 日式中文 日式中文 這個東西搞識了我們的 甚麼火速上架脫帽致敬 那些扑你過街 甚麼支橫章心跳心跳 Doki Doki 我那些我真的搞到 甚麼黃楊之單品 黃楊之單靈庫 你們知不知道是甚麼 黃楊之單靈庫 你們自己猜 今集來到這裡 下一集是2017的 下一集 有沒有下一集 不是呀 下一集會不會連MEO都收拾了 下一集 我們趕了趕他 我們趕死一些東西 下一集我知甚麼事 金電視復刊 我們自己尋找 好 好 一無情人 你好嗎 我是程智昔 你不是聽香港電台 你聽的是234頻道 對了 你吃了甚麼 吃了豆腐火冷飯嗎 我一定會造成的 寶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